各位听众,各位同学家长,大家好 这里是东学堂微电台,王老师带你读《堂诗三百首》节目 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来读一首李白的诗歌啊 这首诗歌呢,有点长 我们来看一下,在我们书的第67页 叫《梦游天母,吟留别》 大家注意这个题目啊,不是天老,是天母 这个母呢,当然古代也是指这个年长的女性 但是它的读音呢,有一些区别 天母啊,本身是一个神仙的名字 然后因为这座山呢,相传天母的这个歌声啊 这个唱歌在这儿,这个被人听到了 所以山才得名为叫天母山 这个天母山啊,在今天呢,在浙江省的这个境内啊 离这个几个县呢,中间的这个距离差不多啊 离天台县啊,什么新昌县啊,还有盛县啊 这几个县的距离呢,差不多 那么是这样的一个位置 那么李白写的这首诗歌呢,当时他还并没有去天母啊 他当时还在山东 但是呢,因为这个跟其他朋友告别的时候 他就急性啊,写下了这个梦游天母 意思是我虽然人还没有到 但是我在梦中已经见到了这个天母山的相关的景象 啊,这首诗呢,也是李白的一首这个歌行的长篇代表作 那么在各种各样的课本的版本中间 都被我们选进了这个语文的高中课本 啊,所以这首诗呢,我们在说的时候 也简单的介绍一下他的一些背景 和一些相关的写作时候的这个个人情感啊 那么李白在写这首诗的时候呢 大家也看到了这个 朱姐一了啊,当时已经被 这个赶出了京城 我们要知道李白的这个人生经历 他在天保元年的时候 进京啊,供奉汉林 被唐玄宗啊,这个提拔为给他们写诗啊 起草诏书的这个汉林学士 但是呢,因为李白这个性格呀 也有点刚直啊 这个得罪了很多人 然后呢,这个不管是杨贵妃啊 还是汉林院的这个同事 都给他在皇帝面前进了很多的谗言 于是呢,李白实际上在长安城 只待了一年多的时间啊 在天保三年的时候 就被唐玄宗给了一笔钱 就赶走了啊 叫赐金放还 所以李白呢 本身是不太希望考科举的啊 他不屑于通过科举的路来当官 他本来就想通过这个朋友的介绍 皇帝的提拔 来晋升到政治上的这个地位 但是结果呢 这个皇帝啊 不太喜欢他 把他赶走了 于是呢 这个李白的政治理想呢 就遭到了一次非常严重的打击 之后啊 在经历了这个天保三年被赶走之后 李白呢 就走到了这个洛阳 在洛阳认识了杜甫和高市啊 在周围呢 玩了一年多的时间 后来呢 在天保四年的时候 他就来到了山东啊 东鲁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有李白自己这个营建的一个家 而且这个家当时的规模已经很不错了啊 就是他已经可以很舒适的在这个地方生活了 但是呢 他还是觉得 我的天性是爱流浪的 还是要漂泊一下这个祖国的大好河山 到处去游玩一下 于是呢 就决定要南下浙江 在南下浙江之前 为了要和东鲁这边的亲朋好友们告别 于是他就在离别的宴席上 写下了这首诗 叫梦游天母银流别 同时也有另外一个题目呢 就叫别东鲁诸公 和各位朋友来告别 是这样的一个背景 所以这首诗从性质上来说 因为李白是真心的信奉道家的 所以这首诗呢 带有一个非常强的游仙诗的特点 因为咱们注节里也说了啊 这个天母山 因为有人曾经听过天母歌声 所以呢 这个地方也被称为是 道家七十二伏地中间的 第十六伏地 换言之 这就是一个寻仙访道的地方 李白信道教 所以在这个地方 他也有寻仙游仙的 这样的一个目的 那么寻仙游仙 说白了 就是为了离开洪泉俗世 表达了他对政治的厌倦 对权贵的一些藐视 所以这是这首诗背后 蕴含的一个情绪 那么呢 接下来啊 咱们就来看一下这首诗 具体诗句的理解 因为诗比较长啊 我们还是把它分为上下两节来进行 咱们先来看一下 这首诗的一个分节啊 我们把它在第六十八页的地方 中间有那么四句 是四眼诗 所以大家也发现了 这首诗它的句子参丝不齐啊 属于一个杂眼的骨缝 中间有四句 是四眼的 烈缺霹雳 秋轮崩催 在它的上面是两个六眼句 叫云清清晰玉语 水淡淡息生烟 那么我们就把这首诗的上下半节啊 姑且断在这个地方 就是云清清晰玉语 水淡淡息生烟 这一句往上 这是上半首啊 然后四眼句开始 这是下半首 那么为什么这么断呢 后面我们也会有一个详细的解释 那接下来咱们来看一下 它其中的一些字句和典故的理解 首先开篇 作者先写了四句 它是两两队友的句子 这是海客谈英州 烟银桃微芒信南求 月人与天母 云泥明灭 祸可赌 这两句大家看五个字 七个字 对吧 上下有一个队友的关系啊 那么这两句就引出了诗人所说的这个话题 也就是天母山 那么首先先引出了其他的一个仙境啊 叫海客谈盈州 海客指的是从海上来的人 盈州呢 是古代传闻中的一座仙山啊 在这个渤海外的这个海面上 然后跟他一起的还有另外两座山 叫方丈和蓬莱啊 蓬莱方丈 盈州被称之为叫做海上的仙山 也叫三山啊 就是一个著名的求仙去的这么一个典故 所以在从海上来的人聊起盈州这个地方的时候 他怎么说呢 叫烟滔微盲信南球 因为海上波涛翻滚啊 水气弥漫 远看好像烟雾一样 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叫烟滔 微盲啊 下面有注解 就是隐约迷离啊 看不清楚的这个样子 信南球意思就是确实非常的难以寻找啊 在海上寻找盈州是一件非常难的事 但是呢 月人与天母就是云霞明灭或何度啊 那么这个月人指的就是浙江南部的人 因为天母山所在的位置 古代属于月谷的地界 所以管他称为月人啊 月人说起天母山呢 说他叫云泥明灭或何度 云泥就是指天上的云霞啊 也有一个版本就直接写的是云霞明灭 所谓的明灭啊 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种啊忽隐忽现的这个样子啊 这叫明灭 那么云泥明灭就是在云霞的眼映之中 有时候能够望得到这个天母山 然后这个天母山在远望的时候 它是一个什么景象呢 接下来啊 他就用下一个蕴角来写了天母山的景象 叫天母连天向天恒 事把五月掩斥成天胎四万八千丈 对此遇到东南清 这四句是在写天母山的高 天母连天向天恒 这句话是直接来写 说这个天母啊 好像在天际啊 连绵着 然后横成一座山脉 是这样天母连天向天恒 那形容它的高 下一句呢 是把它和其他的山来做比较 叫士把五月掩斥成 这个拔指的是超过的意思 就是它这个山形啊 要超过五月 然后呢 还要遮掩掉斥成山 这个斥成山就在天母山的隔壁 也在这个浙江省不远的地方 说这座山的形式啊 要超过五月要遮掩住这个斥成山 后面接着又用了浙江的另外一座名山 叫天胎山啊 来和它作比 大家注意这个台 在这要念一声啊 叫天胎 这个浙江有一个县叫天胎县啊 天胎山呢 就在这个位置 然后他先把天胎山给夸了一通 叫天胎四万八千丈 这个四万八千丈毫无疑问 是一个夸张的虚数 那在这儿 作者为什么要先写天胎呢 哎 他想的意图是天胎山是高 但是面对天母山 他也啥都不是 所以这种手法是 用天胎山的高 来衬托天母山的高 这个手法 在我们的这个诗歌艺术手法里头 被称为轰托 或者叫正衬 你高我也高 这个你低我高 这叫反衬 你高我也高 这叫正衬 或者叫轰托啊 所以天胎四万八千丈 对此欲倒东南清 此就是指的天母山 说天胎山有四万八千丈之高 但是面对着天母山呢 好像也向东南方倒了下来 那倒下来就说明这个山不够高了 是吧 所以此处他还是在写天母山的气势 那么在云霞明灭之中 我们看到一座非常高耸的天空 横跟在天际线上 这就是天母山 然后这是岳人 也就是浙江人对天母山的描述 然后作者听到这个描述之后 悠然神往 所以就说到 我欲阴之梦吴月 一夜飞渡静湖月 阴之就是凭借着月人所说的这些话 啊 凭着这些话呢 然后我就梦到了吴月的景色 吴和月啊 就泛指浙江北部南部啊 这个位置 那么一夜飞渡静湖月啊 这个静湖指的是哪呢 就是剑湖啊 在浙江绍兴的这个湖 那么一夜飞渡静湖月 意思就是我飞到了浙江绍兴啊 到了这个新昌县边上 就到了天母山的位置啊 然后静湖月呢 这个送我至扇溪 扇溪啊 也在浙江是一个地名 那为什么要送我至扇溪呢 因为南北朝的时候啊 有一个著名的 特别爱游山玩水的旅友 叫谢灵月 这个我们之前也提到过 谢老师是山水师的开创者 他曾经在浙江绍兴做官啊 曾经游览过天母山 当时他在游览天母山的时候 就是借宿在扇溪这个地方 所以他就下面写到 谢宫宿处金尚寨 陆水荡漾青原体啊 说谢灵月当年住过的地方 如今还好好的在扇溪这个地方保留着 那所以下面在注解中也说了 这个谢灵月 留宿在扇中的时候 叫明头扇中宿 明灯天母村啊 我就在扇溪这个地方住了 于是呢李白啊 他一梦梦到了这个天母山 也住在和谢灵月相同的地方 然后接下来啊连着写了四句 都跟谢灵月稍微有点关系的 就是开始梦中登这个天母山了啊 这四句用了五言来写他登山的过程 为什么刚才要提到谢灵月啊 除了他跟谢灵月住在同一个地方之外呢 而且他还穿上了谢灵月专门为登山发明的鞋 叫谢宫鸡 哎这个鞋啊本来我们的木鸡应该是两个尘啊 前头有个尘后头也有个尘 但是上山的时候这个鞋就不方便 于是谢灵月呢就发明了这个谢宫鸡 他上山的时候把前面那个尘去掉 这样上山就好像走平地一样 下山的时候呢把这个鞋后面那个尘去掉 哎好像也在走平地一样 这就更加方便古人来登山 于是李白就穿着这种特制的鞋 然后叫深灯青云梯 青云梯同样的也是从谢灵月的诗里引出来的句子啊 就是指上山的台阶 然后呢半壁献海日 半壁指的就是半山腰 在半山腰上因为天母山离海很近 就已经可以望见海上出生的太阳了 这叫半壁献海日 同时呢还有空中闻天机 因为正好赶上日出的时候 那当然也会有鸡鸣 对吧 这个天机本身也是一个古代的神仙故事 啊在著节里写了 说有一座山叫陶都山 这个陶都山上有一棵大桃树 啊这棵大桃树呢 说这个有三千里利的这个枝叶啊 然后上面有天机 在日出的时候天机先叫 然后天下所有的鸡都要跟着这只天机一起叫 所以因为他在登山登到半山腰的时候 看到了海上日出 所以这个时候当然就要传来天机鸣叫的声音 所以这里也带有非常强烈的奇幻色彩啊 然后接着登上山之后 哎 作者就享受了这个山中的景色 千言万贺路不定 梅花以石 忽以鸣啊 千言万贺就是指的这里面的岩石啊 山谷啊 非常的多啊 这个路呢也时段时续的找不到头绪 然后梅花指的是因为花团锦簇而迷恋啊 以石呢 就是我靠在石头上来休息啊 我正在因为这个山上的花开的好啊 靠在石头上欣赏的时候 哎 忽然之间就从日出又来到了日落 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出这里日出日落非常快啊 可以见得作者他是在做梦 是吧 那么在这个做梦的过程中 他就看到了这个迅速的日出迅速的日落 大量的花团锦簇的花 还有他靠在石头上休息 接着后面就来了泉水了哈 叫熊袍龙吟阴炎泉 那熊袍就是熊的咆哮 龙吟就是龙的吟叫 那么熊袍龙吟在这都是比喻 比喻的是这个岩石中泵出的这个泉水的声音 这个阴大家注意虽然念一声 但他在这儿是动词 是阵响的意思啊 因为阴在我们古文中也有阵动阵响的这个意思啊 所以也称为叫阴阵 所以这里头还有一个道章 阴炎泉实际上就是炎泉音啊 岩石中的泉水发出这种阵响 这种轰鸣就好像熊的咆哮和龙的吟叫一样 哎 这叫熊袍龙吟阴炎泉 然后这个泉水的声音有什么效果呢 下一句来个夸张 叫利身灵犀 经层颠 这个利和经在这儿都是文言文中的始动用法 叫始这个身灵利 始这个层颠经 利和经都是惊吓颤抖这样的意思啊 让它都颤抖起来了 让这个林子和这个山的山顶都因为这个岩泉的咆哮而颤抖了起来 形容这个泉水也就瀑布的这个声音啊 是非常巨大的 那么因为有这个泉水瀑布的声音 于是后面就云清清晰玉雨 水淡淡息生烟 顺便就写到了天上 开始飘来了乌云 然后呢 就好像要下大暴雨一样 这个水从这个岩石中泵出的泉水落在水潭里 然后呢就生出了这种啊 漂浮的水珠 就形成了这个泉水上的烟雾 所以叫水淡淡息生烟 啊 这个淡淡就是这个水波纹荡漾的这个样子 所以到这儿为止 大家看 这是李白听了一个浙江人 在给他描述天母山的景象 然后悠然神老 就好似在梦中 已经飞去了天母山 但是到这儿为止 我们看到的 还都只是天母山自然的景色 那之后还要写出什么东西呢 对吧 刚才我也说了 这是尤仙诗 对吧 那尤仙的部分 咱们在下一集中 再给同学们做详细的讲解 时间关系 本期节目先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